大家好,我是何刚 非常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那么过去呢,我都是在发布会的大舞台上 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 今天小伙伴们安排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任务 就是在发布会前面来带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展台 而且更特别的一点 就是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和我一起带领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展区 他是谁呢 好,让我们欢迎万倩 好,万倩你好,何总你好 你好,感谢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 很开心,很开心 大家好,我是演员万倩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科技类的发布会的现场 然后进到这样的科技类的展厅 觉得现在很兴奋也很紧张 特别期待可以看到华为手机的各类神秘的黑科技 很想去体验一份 下面呢,就跟万倩一起带领小伙伴们走进我们的展区 好,这个场景呢,光线很暗 我们甚至什么都看不见 习惯了这个光线以后我们会发现 哦,这里其实是一个游乐场 那这光线非常暗 就像我们在晚上去游乐场游玩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这个沙盘其实还真实度还蛮高的 就是有点像我们生活中的那种场景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Mate 30的产品呢 就是在这种弱光拍摄下表现非常出色 我们先来试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蛮期待的 我们先做拍照 对 好,我们拍一张 非常明亮 这个拍照效果非常好 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地方都非常清晰 细节都是存在 对,包括车呀什么全部都能拍照 这一次我们特别明显的就是 录像效果提升的特别明显 录像效果要是能够做到再按拍功能 那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们的Mate 30不仅仅是夜拍 做到了跟P30相当的水平 甚至还提升了一点 更重要的是把录像远远也超过了P30 当然了也超过了现在所有的新的手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稍微拍一下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夜拍这个视频的效果也非常棒 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的细节 你拿肉眼看你能看到吗 你注意看 真的不可惜 肉眼我们都看不到 有了Mate 30以后呢 我们不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这个夜景的拍照 而且呢我们有非常棒的摄影 这就是我们Mate 30系列 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 这个是什么区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拍照体验区 那这个拍照体验区呢 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就是人像背景区画 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我们推出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拍照的这个人像背景区画 但这一次我们做出了视频的人像背景区画 诶 视频的人像背景区画不是那么好做的 对的 对的来我们试一下 好 好我们打开 很棒 好好看 好好拍照真的好好看 所以呢我们想说的就是有了Mate 30 那我们不仅仅是一个Vlog时代 而且我们还是一个手机电影的时代 像不像你拍电影大片的效果 对啊完全是这样子的 因为很适合拍Vlog 我要是在路上 我可以把后面的人情全部都虚化 然后整个家电房全部放到我一个人身上 对的 对的 这里呢是我们的超级慢动作的体验区 所以今天我们在Mate 30 Pro上 带来了一个更高速度的一个慢动作的体验 就是7000多帧 能够让你看到过去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好期待哦 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拍照 然后呢在更多里边打开慢动作 这是有一个触爬框 我们把这触爬框呢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启动 好开始 发生什么了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Mate 30 Pro 帮我们记录下来什么 好你看到这个球落下的过程 嗯 这个钢球落下来 砸到了这一堆粉末上 你可以看到每一颗粉末 溅起来的瞬间 以及它在溅起来的过程中反射的光线 好漂亮哦 闪闪发光啊 对 Mate 30 Pro 给你完全专业的摄影的技巧 让你看到过去看不到 的生活细节 嗯 发现美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5G展区 我知道5G它是比4G要快 对 但是至于快成什么样 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 我们这里有一个测试 我们测试一下5G的下载速率 我们这里是用了一个叫Speed Test的一个软件来测试 我们点击开始 好我们看一下下载速率 这里的速率显示的呢 是1.5G 1.5G比特每秒 就是1.6G比特每秒了 那这样一个速率呢 应该说是远远大于4G的速率 4G呢一般都在100多 100多200 最多200 这样一个下载速率 所以呢 在线网上能达到这么高的速率 那5G呢 几乎就是4G的10倍以上的速率 如果说4G的话下载一个电影 我们现在一般电影的都是大概4Gbyte左右 对对对4G 如果说用4G网络来下载 我估计需要一个小时以上 一个小时 但是我们用这个5G网络来下载的话 基本上就是8 9秒 10秒 那就等于是在从网上拖电影 基本上这样子 就直接从服务器拖电影 就是你看中一个电影 所以说很好下载 解决完下载以后 解决完下载 哎呀呀我不想下了 哎对不起下载完了是吧 对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5G呢 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通过我们5G网络的这个建设和推动 越来越多的服务 能够让消费者真正能达到 这个每秒钟1G以上的下载速率 那我们的整个社会 整个生活就会有极大的体验的提升 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对对对对 我知道就是华为Mate20 会有很多特别贴合生活 生活操作的一些黑科技操作 我不知道Mate30会不会有其他的 就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好那我们在下一个展区给大家展示我们新的体验 好 好那我们有请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智慧体验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叫做隔空手势 那这个隔空手势呢最大的好处是 你不用动手去滑它 你就可以看到下一个视频 你看我们来展示一下 比如说我看这视频看完了 我要看下一个 我手一挥 就是下一个 好再来一次 下一步 我可以来一下吗 可以啊 来 我们的研发小伙伴们呢 是觉得这个吃螃蟹的时候 像吃螃蟹的时间啊 那吃螃蟹的时候啊 汁水横溢 那怎么办呢 没法玩手机 那我们有了我们妹的三菱这个手机以后呢 那我们就是吃螃蟹也能玩手机啊 这个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 我们可以多出来很多take 吃螃蟹也能玩手机 嗯 没假的时候也能玩手机 我洗碗的时候也能玩手机 对对对对对对 我洗的洗的洗的 这片子不好看 走你 哎对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非常好非常好啊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体验 这里呢就是我们华为Mate 30 Pro 环幕屏 我们一般游戏机上面不是有两个按键吗 对对对 现在我们用环幕屏模拟了上面的按键 你看开枪 来你来试一试 这个是什么 哦 哦这是对 瞄准的 OK 哎呀不行不行 一玩就玩了 一玩就停不下来了 怎么样这个体验也相当棒棒 哦这个好好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带进手柄上的那个 R1和L1线 对对对对 对 那超方便的 省了很多时间 这就是带给大家的这个全新的操控体验 好呢 这个是我们运动健康的体验区 啊 这是我们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款 我们叫华为 Watch GT2 第二代 那这个产品呢 绝对是你的贴身运动教练 那怎么说呢 那我们戴上这个手表 啊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手表支持15种专业的运动模式 啊包括跑步 15种啊包括跑步 骑车啊游泳啊特别是游泳这一项我特别喜欢 所以它是防水的 对它是防水的不仅仅是防水的 它是在你游泳的时候还能记录心率的手表 因为有了心率记录以后呢就知道你的在游泳的时候的卡路里计算就会更加准确 啊知道你的运动量 所以呢我们说是贴身的运动教练 那我们去看一下还有什么 好期待啊那是什么 这款划船机呢我们叫做VR划船机 你刚刚问我说这个手表除了记录这些跑步的信息还有什么 那我告诉你戴上我们的华为Watch GT2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在划船 啊如果现在我可以记录我在划船 而且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配合我们即将发布的我们的VR的新的产品 这是我们新的一代的VR 就配上这个配合我们的VR眼镜 你就会看到 让我运动再也不枯燥是吧 对你可以看到你在这个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划船 而且我们的GT2可以记录你的划船的运动量 所以让你的运动变成打游戏 这个也是 也是VR不近视对吧 我就调到0就行了 啊它可以朝近视对对对对对对 哎对好 这就很方便 哇 哇这个真的好好玩哦 这根本就是在玩游戏嘛 就是在玩游戏啊 我知道这个是加速的 太棒了 那下面呢给你介绍一个更酷的游戏 来这里 不会吧 啊看看 好开心啊 啊这是不是很酷呢 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庞喜了 哈哈 哈哈 哇 哈哈 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很酷 哇 这就是我们 呃即将上市的我们的VR的新产品 啊这个VR新产品配合 这个全新的游戏啊 刚才你体验到的我们的华晨器啊 自行车 是健身的 然后还有这些 这个枪战的游戏啊 呃这一代VR呢 我们呃连接了更多的呃内容 可能有数万部的影片啊 包括VR的呃影片 也包括呃几百个VR的游戏 然后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呃 类似采用手机的这个屏幕 就只要你能看到手机的屏幕 都可以投到我们的VR眼镜里边 我们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眼镜一样戴着眼睛 你也不觉得累 对不对 呃正是因为这个轻巧的设计 打起这种枪战游戏你不觉得累 你可以一直玩下去 那我们还有新的体验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AR的一个体验 那么AR体验 你也知道上海我们有个垃圾分类 对啊 上海的垃圾分类 大家经常问 呃这个湿纸机是什么垃圾 你知道吗 干垃圾 哎呀对了湿纸机是干垃圾 这个是入门机 哦对入门 入门机的问题了 对啊对 刚刚开始也会觉得是湿垃圾 他们湿垃圾 他们说是干垃圾 我湿纸机明明是湿的 它为什么是干垃圾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 呃用我们的Mate30 我们就可以自动去知道 它是什么垃圾 啊比如说 哎我们说 比如对着苹果 这是什么 这是水果 那图放标准是什么呢 是湿垃圾 湿垃圾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拉罐是什么 啊这是一拉罐 图放标准是可回收垃圾 好 就通过我们Mate30的这种 AI识别能力 这个AR的识别能力 就它自然就会知道 啊这个帮你去识别 这是什么 你不用再去问别人了 这个东西对于上海市民来说 非常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下面看一下我们的移动办公 这样一个体验 呃 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呃 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们日常呢 又用手机 又用电脑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的体验融合在一起 那这次呢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的一个 呃 移动办公的体验 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 啊 和我们的电脑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华为社的标帖 我们跟它进行一个连接 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就出现了我这样一个手机 嗯 我把我昨天拍的照片拖到我的电脑里的文档上 你看到没有 这就过来了 然后呢 其实我还可以把这个文件 如果有微信的话 我这文件存好以后文件也给拖到 发过去 这边去发出去 所以对你来说 手机就已经成为你电脑的一部分了 如果在办公室办公办公的时候 你操纵手机的感觉 就跟你操纵电脑上的一个应用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种体验就是把手机和电脑 无缝的融合在了一起 这是办公 那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不仅仅是有办公 我们还有我们在家庭里的生活 那就是我们的智能家居 那这是我们的智能家居的一个解析方案 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布的 华为的智慧大屏 智慧大屏我们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们先介绍几个简单的常用的 比如说首先是在我们的智慧大屏上 我们会有家庭留言板 你看家庭留言板就是当你想给家里人所有人说话的时候 你就不用微信一个一个发 你就要发给我们家里的智慧大屏 它这里就会留下来家里人都能看到的信息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有个智能家居的全场景的一个体验 那现在咱们回到家了以后 我们可以选择一键直行回家的场景 我们选择回家 回家了以后 回家了以后呢 它就是把灯全部点亮了 这时候它有灯点亮了 然后呢有我们的音箱的一些提示 小一小一 来了 我出去了 你看 这会先关灯了 对它就知道我们走了 我离开家了 所以它就把灯关掉了 把各种电器都关掉 风扇也关掉了 这就是一个完全的智能的一个体验 这是我们手表的一些这个全新的设计和配色 你也看到我们 你注意到我们有两款不同尺寸的表 一个是46毫米的 一个是42毫米的 长得也不太一样 对 这是什么材质的 就是我们的正面的这个是玻璃 然后通过玻璃的这种切割 是完整的一块玻璃融合在一起 你可以注意到是完整的一块玻璃啊 所以呢对于不同的消费者 它可以选择大的或者小的 就46毫米或者42毫米 两个不同的选择 表带也蛮好看的 对的 而且我们还有不同的表盘 你看到这个不同的表盘 还有你看这边 还有更好的一些表盘 你看这些表盘 这好可爱哦 像糖果 对这些不同的表盘呢 搭配在一起呢 应该给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嗯 还有包括更多的表带 这是我们今天的手表的介绍 好看好看 好 这里呢 是我们的保时机设计的区域 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呢 我们重新定义了奢华 我们每一年的保时机的手机 都受到极力的追捧 我相信呢 你对我们的保时机手机 还是有些了解的吧 你可不知道 Mate 20的时候 我们等保时机手机 等了多长时间都没等到 我们今年呢 我们Mate 30的保时机版本呢 我们在设计上 又上升了一个层面 无论是从UI界面设计 还是从我们的产品设计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提高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 选择我们的保时机设计 产品 展区的黑科技之旅 就到此呢 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何总 带我提获了这一路 华为的各种黑科技 然后去感受科技 对于能力的一些发展 华为其实在这些年 我们做的所有的产品 和解释方案 就是希望呢 通过我们的科技 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希望用更多的科技 让我们的消费者 更好的体验和进入我们的生活 那么发布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去看发布会吧